观 风广集团 华视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视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人力资源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让我们来谈第七讲 薪酬管理 我们分五部分来跟大家来讲 第一部分是薪酬的定义 第二是薪酬制度的基本要项 第三是支付薪酬的要因与目的 第四是决定薪酬的因素 第五是薪酬制度的种类 谢谢 那我们谈到薪酬的定义 科学的管理支付叫做泰勒 他在1878年的时候 在密特瓦钢铁公司担任工程师的时候 他就发觉他的员工做事非常慢 而且做了很少的量 他就发觉这个是不是一种系统式的代工 所以这个泰勒先生他就感到很好奇说 员工下班以后 既然回家还有时间来修理车子 整理他的前面后院 前面后院 所以员工就是说希望在一定额度的理念 能够做一些比较多的事情 但是往往是厂方或者说企业家 他不让他做这么多事情 所以当时是讲说 你做到超过一定数额的薪水和工作 他你多做都没有用 所以这个领不到工资了 是当时大概1878年的背景是这样 那其实现在谈说 开了那个时候就感到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薪酬要主管来决定 不是用科学的方式 或者用检验 用观察方式来定定比较好的一个薪酬制度 所以他就想定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来这个标准化的流程 经过这个流程以后 科学管理以后来界定说 要领多少钱 那当然他比较倾向 以用激励的方式 来使我们劳工员工能够认真工作 所以增加了工作的效率 那我们谈到薪酬的定义 薪酬其实我们有喊两种 就是一个是直接的财务报酬 第二个是间接的财务报酬 直接的那个报酬 比如说薪水 奖金 佣金 乃至于逢利 那间接的财务报酬 包括一些保险 医疗 及一些其他各种方式的福利制度 那薪酬定义讲完以后 我们谈到薪酬管理的定义又是什么 那当然企业也好 或是一般生产者也好 他决定这个员工 要给他领三万块一个月 或者说这个员工 要给他领一年两百四十万 完成决定薪酬管理 所以我们把薪酬管理 设定好以后 才能吸引好的人才 把好的员工留下来 来替企业或替厂房来做事 这比较符合一个成本效益的 一个薪资结构 所以薪资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 是一支相当重要的核心工作 所以它目的就是让组织内的 那个员工的工作量化 它也是一个薪酬和福利制度的 一个管理制度 那我们谈到第二就是说 薪酬制度的基本要项 那基本要项我们会谈到说 这个薪水第一部分会谈到 是不是合理 公平合理 那先从要两方面来讨论 这个是绝对的薪酬跟相对的薪酬 所谓的绝对薪酬就是 薪酬的虚酬就是说给予 要让我们员工或劳工 维持基本生活的所需 所以这个薪酬跟同业 或其他类似做这种工作的职务 要相接近 不能差相当大 如果这个差相当大的话 就代表这个薪酬不大合理 那另外一个方面是相对性的 就是组织内的员工的薪酬 会因职务或工作量的不同 或责任的不同 有不同的一样的薪水 那是会因人因事会有差异 这个也是比较 趋于比较合理公平 那先让我们来关心一下 这个大学毕业的新鲜人的一些心事 那个根据那个老委会的 职别的职类别的心事调查 他那么说我们大学毕业 从2004到2010年 这个六七年中 大概我们大学毕业生 刚毕业大概连两万六左右 那但是 照广间的人力银行 近五年的来分析 新鲜人的那个 薪资的差别 大概差 五千块到六千块不等 那又据这个调查分析 就是说 齐心最好的三个职别 第一是生计的研究 过来说工业的设计 还有一个光电的一个设计 这三类自然科学的大学毕业生 可能领的会比较多 那这里又有个列年头公司的一个统计 去年这个我们薪资是朝M型化的 就是主管级三级跳的那个薪资的提高 但是员工的薪水是倒退路 就是原地踏步 那中高级薪水为什么会高呢 我们从这前面他分析的五大项来看 就是说 譬如硬体的工程师的话 大概是一个七万九 那假如通讯工程师大概是八万六 光电工程师可能是七万八 那财务会计大概六万五 那个金融服务是七万五 所以这些中高级的主管的薪水是比较高 但他们假如说有能力的 他也喜欢跳槽 所以他们跳槽的时候 大概老板或是说上市公司的 那个负责人董事长 他们都会给他们加薪10%到30% 所以有时候在工作一段子 假如说自己有能力 有核心能力 也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所以有人讲说 是否有三两三才能上两三 就是说你自己的工作能力 你自己的私人的特质 是不是已经具备好了 假如具备好的话 就是说你转职的时候 假如好的话 才不会有一些转错行的风险 这也是跟大家来报告的地方 那我们在谈到说 薪资制度的一些基本的要项 那我们还会谈到说 有激励性的问题 就是说薪酬制度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有一个 弹性的一个制度 需要考量员工的那个绩效 跟员工的那个贡献度 那这里有没有两个方式 来提供作为来参考评估的 就是第一就是说数量化 比如说我今年的销售额多少 或是我产出量多少 或是我我的工作 是不是会节省的一些流程化 或说我的工作是不是 会有一些结余 让公司有个结余 这个是相对 第二是非数量化 就是比如说一些组织 领导控制管理的一些功能 这些东西 都是属于非数量化的 那我们现在讲到这里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 跟大家来讲下去 谢谢 我们继续谈到第三部分 就是职务薪酬的要因及目的 组织职务薪酬的基本的要因 第一项是员工工作的报酬 员工在组织内提供劳务 然后贡献他的劳力 组织应该给予一种回馈之酬劳 肯定他的一个服务 以及贡献 那第二个肯定员工的贡献度 贡献度及价值 员工提供劳薪 劳力的付出 能够创造他在组织内的 一个影响力和地位 所以组织就会根据 他的影响度和贡献度 来给予一般的薪酬 那第三是满足员工的需求 员工当然我们刚才谈到说 企业或者说生产者要考量 我们员工在当地 生活基本的需求是多少 那再根据他的表现度 或他心理的需求 或他生理的需求 来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谈到说 资务薪酬的目的 企业和组织 为什么要资务薪水呢 那第一是 确保员工的服务品质 比如透过公平 合理 这个切保员工的服务品质 那第二呢 为企业允息经营及发展 那第三呢 良好的劳资关系 值维护 第四呢 隔手劳资相关法律 所以企业界支付这些薪水的原因 大概是有这种 那这里相当比较重要是说 为企业允息经营及发展 这个是这块是比较重要 那假如说 劳资双方 能够根据他的薪水 能够给他一个生活保障 乃至于他在成就感 然后归属感 也得到回馈的话 那员工会来认真工作的 那我们在谈到说 你是不是人才呢 我们会谈到说 你到底是不是人才 我们讲说员工也好 干部也好 你是不是人才 这个很重要 那个财团法人商学院研究所的 那个董事长习从仁说 只要有乐成肯学习 既有积极进取心 就是人才 所以他人才是 能够成就企业 能够让企业有未来性 也增加企业的那个获利性的人 都是人才 所以那第二方面 我们也谈到说 冯凯的董事长 郭台铭先生曾经讲说 冯凯最宝贵的资产不是客户 也不是设备 而是有创意性的人才 最近过完年以后 他提了一些要招募 大概一万五千人的人才 冯凯为了要从制造业 转型到科技服务公司 当然他喜欢募集这些 有企业构想 有设计能力的年轻人 我们可以 他可以协助他 比如说一个东西要开模子 或是说帮他制成样品 甚至这个样品做出来的时候 帮他来做申请专利 所以他有一句话讲说 你想富有 冯凯会帮助你 所以这个我是认为说 蛮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我们要聘经济 从这方面我们也可能留住 很多硕士或大学毕业 或博士生不需要去 富很远的地方去上班 台湾他真的是把一万五千人的精英 募集起来 能够五年十年的话 这是一种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也值得我们加许的地方 那我们再谈到资务薪酬的目的 第三就是说良好的劳资的关系的维护 我们透过沟通跟互相尊重 来促进劳资和谐 来用参议室 让劳工跟资方来设定比较好的一个薪酬制度 这里蛮重要就是说 我们企业领导人 其实有两个法宝相当重要 就是一个激励 一个沟通 那你花很多时间来把我们劳资关系沟通好 以免让他激励他好好工作 那企业的未来已经是蛮强的 那这个是 所以我们一直讲说 维持良好劳资关系的维护 是相当重要的 那第二 第四就是说 遵守劳资相关法律 政府也对劳工的保障权益 或者是为了经济发展 加长劳雇关系 来定立的很多劳资商方 都要遵守的一些法律 譬如说 劳动绩子人法 第三章也有规定说 有基本工资 工资的给付 加班费的一些 给予的计算方法 它又符合法令 你符合法令的话 这个也会受政府的 相关部门的处罚 而且第二方面 你遵守政府的相关劳工法律 可以维护你的企业的形象 那第四部分 我们很快讲到说 决定薪酬的一个因素 决定薪酬的因素 但是我们分有内在跟外在的因素 内在因素 我们大概有八点 比如说一些 第一就是一些职务的责任的大小 或者技术能力的高低 或者工作危险性的高低 或者工作时间的不同 晚班跟白班可能不同 那后来福利好坏的不同 企业文化跟习惯 还有习利的高低也会影响 还有年资 生前也会不同 那外在的因素 也谈到说 刚才我们有谈到说 基本生活的水准 这个很重要 那第二就是当地薪资的水准 所以我们台湾的薪水准 可能跟内地的广州上海 可能薪水水准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比较 这劳动市场的供需 比如说一些比较 刚才提的就是说 洪海的郭董事长 要招募的一万五千人 这个人才 可能是比较难取到的 因为是属于比较创意性 当然我们也期许 现在年轻人 多做一些思考 多做一些创意的事情 来踊跃来参与 这个洪海集团的 那个招募人才这个需求 那第一次就是 工会力量大小也会影响 工会条例量大的话 可能对薪资 也有决定性的作用 还有产品需求弹性 那过来政府相关 薪资法定的规定 那过来我们谈到 那个政府法定的 法定变更 会有一些基本工资的调整 那我们做一个参考 那行政业在103年1月1号 这个基本工资 时薪会从109块 调到115块 那基本工资是 103年7月份 会从19,047块 调到19,273块 那过来 共有30亿万的薪资劳工 176万名的月薪老公会受贿 但这个方案也定义说 假如说明年就今年起 要等物价指数的 假如有年增率 达到3%以上 才召开下一次的 基本工资的省议委员会 不是每年也讨论基本工资 所以去年行政业 行政业核定 那个基本工资 调整方案以后 有这方面的规定 那我们先谈一个案例 来跟大家分享 那个我们知道 国外有一个微软公司 微软公司 它在同行的 那个薪水的利率 标准是大概差不多 但是问题 它雇用你以后 它每年会给你一个 持股权的一个奖励 但取决于 就是持股权奖励 你能不能给你 就是看你的贡献度 跟你的那个绩效 工作绩效 那它的设计是这样 就是说 员工当时最低的 那个低价 来授钱价 就是说你在股票市场 是假如说微软 当时当年最低的时候 你可以到那个价格来认定 认定以后 那当你在服务 两三年以后 假如股票价格 是很高的时候 你就可以赚起 那个差额 那所以它这个好处 就是说 对公司而言 因为员工来讲的话 就是说 投资 等于投资一样 公司没有负责任何的风险 因为股票 假如看好往上涨的话 它认过低的话 其中差额就是 它应该得的部分 那至于员工也没有风险 员工不用说 你要去做股票 我认为说 我好好在这个微软 好好贡献 也不要急 那自然 公司经营好的话 股票一定会上来 所以这里 唯一一个风险就是说 这个微软公司 万一经营倒闭了 它有这个风险 但是问题就是说 CEO也好 企业也好 它都希望 它的公司是往前走的 它不希望它倒闭了 所以这个方案 我是认为说 蛮不错 那它其实它有几个 主要部分的考量 那个 大概就是说 个人任务的目标 以绩效考核 要契合在一起 那过来 个人的 这个绩效考评 评分 不需改变 就是设定的那个百分比 好啊 不好啊 或者说及格不及格 要比较严谨 那过来年度的加薪 跟授权奖金 这些都会以绩效 来做挂钩 所以取决于 你股票能不能认定 取决于你的贡献度 跟你的绩效度 好 我们在这边暂时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第二是个人任务目标计划 由员工来起草 有经理审议 再修改制定 这制定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要具体 要可衡量的 而且明确要有个实现 不能用提高努力 或者大幅改进 这些模拟两可的自具 那第三是 绩效考核评分 不许改变 就是说这个评分等级 有最佳 较好 及格 不及格 所以你必须争取 英雄中的英雄 才能够 在前 那年度加薪授权奖金 以绩效评比是有直接的挂锅的 不及格的就是说什么都都不到 就可能会被打入说绩效观察期 所以一当进入一个观察期以后 就说可能员工对企业可能会提出辞成 或是说自然时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 这个是刚才提的是 微软新手管理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再讲次一个章节 就是说新手制度的种类 新手制度种类 我们有两种 第一种是以时间累计为基础的核心基础 叫计时制 日新 那另外一个是以完成工作量 及工作建筑为核算新制基础的基建制 那新手制度的那个计时制里面 我们讲到第一里面 比如说以计时建为单位 比如说按小时的 例如说保全公司支付每个保全人员 一个小时是115块 或按日的 建筑工人可能是一天2500块 那按月的 如那个上班族 或是经公教人员 它的适用范围就是说 第一就是工作没有办法量化的 那过来呢 那工作品质的效益 要大于产出的效益的 第三就是 属于幕僚协助性的工作 那第四是 无法做一贯化作业的 那我们谈到说 薪酬管理的那个 计时制过来就是说 有一些优点跟缺点 那个优点就是说 薪资计算很简便 第二薪资固定 那第三呢 雇主容易了解那个人事的成本 那第一呢 员工可以安心工作 可以确保品质 但是它也有缺点 就是说 努力工作者跟比较怠慢者 薪资一样 缺乏这个 机利性 那第二呢 要维持一定的 标准工作的效率 必须增加一些管理人员 监督人员 会增加一些成本 那既时制跟基建制 当然会有一些不同 那基建制的话 就是随着工作完成的量 或者说建数 都给予的薪水不同 它的适用范围 就是说 比如说工作性质 以建数为核算则 那第二呢 就是说 鼓励生产速度快 提高工作量 那第三呢 有可能是工厂太大 而且可能员工多 没有办法来监督 当然它也有优点 就是说 那个第一呢 就是说 比如说 以建数来核计 就比较符合公平原则 那员工 第二呢 员工增多那个产量以后 会思考怎么改变的简化 以增加工作的效率 那第三呢 可减少监督人员的配置 那这里也有缺点 就是说 第一就是说 可能员工 因为要增加量 可能要多领薪水 导致产品比较会出造 那第二呢 就是说 员工拼命的生产 会影响员工的那个工作的效益 跟身心的健康 这个讲次我们谈到薪酬管理 我们有谈了五大部分 就是薪酬的定义 薪酬制度的基本的一些要项 还有支付薪酬的要因跟目的 还有决定薪酬的因素 还有薪酬制度的种类 那这里比较重要就是说 企业为什么要支付薪酬给员工 当然第一就是说 员工要有一个好的一个贡献度 跟报上 能够成就企业 这点蛮重要 所以那个员工要如何来 使自己的核心能力 跟企业的需求接轨在一起 这是相当重要的 一个环节 所以我们讨论薪酬管理的时候 当然有的人一个月是领两万六 有的人一个月领十五万二十万 当然是有着部署 有着干部不一样 所以负的责任也不一样 但是我们当员工 我们也要认为说 我们自己把我们的能力 培养好没有 刚才我们有几例说 那个财团法人商学院的院长 董事长 其中的先生讲说 只要你乐成 肯学习 而且只有积极心的心理 就是人才 这里并没有谈到说 在于你的学历问题 就是说你今天 在工作职场 是不是有乐成 肯学习 有忍耐的心 有成就组织的心 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看 当然郭董事长谈到说 他要的人才是比较倾向于 就是说有创意性的人才 有创意性的人才 就是说比较能够 跟目前的我们经济发展 这段能够结合在一起 毕竟我们科技服务业 这一段要走这一段的话 从制造业要挑到服务业 这一段的话可能 当然我们原来的制造业还是要 我们把这些人才把它培养以后 让它能够有设计的概念 设计出了一些模子 模子以后我们把它生产样品 样品生产以后 那鸿海可能要辅导你来申请专利 这整个一个架构 都等于企业跟员工 共同为一个合伙人 那这样到对新的年轻人 我们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或是硕士或博士毕业的 我们的新兴的就业市场的 那些年轻人 也是很大的一个鼓舞 所以这里会谈到 人才怎么会流失 人才要怎么运用 当然有的企业是发了 很多精神去研究 如何把有用的人才保留住 有的企业是根本 比较不在care这种事情 所以当我们发觉员工 他是乐成的 他想学习的时候 我们就要给他 做一个生涯规划 类似那个鸿海 那个郭董的一个生涯规划 当然我们自己当员工 也要想说 决定薪水高低的时候 要衡量自己说 我职务能力是负的大 负的小 那我的工作是不是 那个品质是不是比别人高 那我自己服务的那个年资 是不是比别人强 因为滚石不生胎 我们任何一个企业 你待得好 它有前瞻性 你就在这里 好好的把工作做好 也是值得一个考虑的地方 那我们自己本身也经营企业 我们也期许 我们劳工也好 政府也好 要注意这一块 劳资双方的协调沟通 资方也要了解 劳方 他有家庭要成立 要照顾 那劳方也要了解资方 没有资方来投入设备 投入一些资金 企业组织也没办法往前走 所以基本上 我们是期许我们的劳工 进入企业要符合 他企业文化 慢慢一步一步来配合企业 对你的期许 来做自己的一个贡献 但是当然 我们在薪水不同的时候 会考虑之后 有学历一些问题的考量 但是在最后 还是取决于 你的热忱度过不过 你用心度过不过 你是不是真心诚心 为自己的公司 为自己的企业来打拼 这个是我们一直强调说 那个福利制度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大致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特任